大家好,这里是重奢几欲,一个留不开钱的频道 随着数位支付与线上交易日益普及 各大企业开始面临一项新的挑战 那就是友善诈期 与传统法律上的恶意诈期不同 所谓的友善诈期 指的是消费者利用不同公司的政策 提出退款退货与换货的要求 一旦出现滥用行为 将对企业带来不同程度的伤害 根据美国失调公司2017年的一份报告 美国商家因为争议扣款 造成的年损失高达310亿美元 不断增加的案例 让大小企业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 信用卡退款系统 最早是为了保障消费者而设的机制 赋予客户对不公平的收费 提出异议的权利 早期常见的状况 可能是商家未确实交货 商品服务不服描述 未取消定期付款等原因 遇到这些状况时 银行或发卡商将审查交易事实 并对状况进行采取 这同时也保障了顾客 因为遗失卡片而遭得到刷的状况 然而 随着电子商务快速成长 支付产业无法及时做出反应 这套流程的缺点也逐渐曝露出来 越来越多消费者 开始利用退款流程中的漏洞 来谋求私利 例如绕过商家 直接向银行申请退款 简单来说 当一笔合法交易完成以后 客户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要求退款 就可被视为有善诈期 有善诈期最常见的原因是健忘 客户可能忘记自己曾进行过的消费 或是在收到账单时 对不上印象中的数字 另一个原因是误解 不少人当初并贵详阅销售条件 因此对商品内容产生了错误的认知 除此之外 也有不少人对退货政策 本身抱持错误期待 最终都可能导致友善诈期 还有另一种常见的友善诈期 客户一时兴起冲动消费 但很快就后悔想改变订单内容 或是直接申请退款 简单来说 在所谓友善诈期的情境中 可能多数人最初确实想购买商品 但之后却因为各种原因 在商家确实交付商品后 提出了退货退款等要求 其间构成的权力损害 就是目前各大商家 越来越担心的战场 让业界担忧的关键在于 越来越多消费者 越过商家直接联系银行 以主观的理由申请退款 而银行作为第三方支付机构 很难第一时间核实状况 加上主观理由难以反证 银行为了拉高客户的满意度 很容易就放宽标准 这样的情况将创造一个循环 一旦持卡人发现申请退款 有多么容易且有利可图 他们很可能实随之位 忍不住再次采取行动 统计资料显示 一旦刷卡后成功退费 有多达四成的消费者 会在60天内再次进行友善诈期 随着电商兴起 类似的问题 让许多企业伤透脑筋 其中最基本的状况 就是经济损失 每当客户退款成功 店家将损失该笔交易的金额 以及相关费用与管理成本 对于小企业来说 相当具有破坏性 特别是那些毛利率较低的产业 一份研究显示 友善诈期的行为以日益增加 在线上通路领域 也有超过四成的退款申请 被归类为友善诈期 实体店家的状况没那么严重 但还是有多达三成五的比例 而比例最高的产业 是应用城市数位商家 他们有将近半数的退款申请 都被认为是友善诈期的结果 除了经济上的直接损失 第二个冲击企业的问题 便是退款后最可能伴随的反应 那就是留下扶贫 统计报告显示 许多友善诈期的消费者 还可能基于误解 对商家产生负面观感 而这些有心退款的人 往往也有更强的动机 对该次消费提交负面评论 长久下来 就可能冲击企业声誉 降低未来销售可能 甚至阻碍成长 除此之外 退款率高的商家 也可能面临信用卡公司的处罚 伴随而来的处置 可能是更高的合作费用 或甚至终止合作 对企业来说 这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不仅收入减少 还需要寻找替代的解决方案 看到这里 可能有朋友好奇 如果友善诈期如此猖獗 企业是否该寻求正规的做法 以维护自身权益 答案是肯定的 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企业 放了更多的重心 在与客户沟通 搜集证据 或进行退换货 等减少损失的倡导 但我们知道 对企业来说 这些受迫性行为不仅耗时 也会耗费庞大的人力物力 每增加一成处置方式 背后都是成本的堆叠 如果想从预防下手 这背后的成本也很高 因为企业可能要投资技术 软体与培训员工 来预防并检查潜在的诈期交易 美国金融服务公司 复达国民资讯服务 2020年发布一份报告 当前美国信用卡诈期案中 有多达7成属于友善诈期 每年为产业带来超过 1320亿美元的直接损失 这数字还不包含 店家承受的间接损失 在电子商务诈期 与风险情报领域 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表示 他们针对300多家 年营收破5亿美元的 跨国企业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滥用销售政策的行为 正在激增 常见的是退货诈期 与滥用优惠代码 且案件耗发于 佳节期间与高通盟时期 调查报告指出 在接受调查的企业中 有多达9成过往认为 提供宽松的退款政策 祭出慷慨的促销活动 往往能带动销售 并提升客户的忠诚度 是品牌重要的业务战略 但随着友善诈期行为增加 越来越多企业发现 这类政策反而造成 利润严重流失 迫使许多商家 在提供免费赠品或优惠时 会更严格地精算风险 更有不少企业 直接反省自家的宽松政策 这份报告还指出 过去几年间 商家态度的转变尤其明显 因为消费者逐渐发现 只要打一通电话 说没有收到商品 或是记错产品尺寸 就能轻松获得退后退款 或至少换取新的商品 当一切变得越来越简单 自然形同鼓励人们犯罪 在整个大风潮影响之下 各国开始出现 职业性的友善扎期反 报告公开的其中一项案例 一家公司发现了 多达13万7千个假账号 背后是4千名 滥用优惠的客户大军 其中不少人看准平台 对手购客户提供的 35%折扣优惠 以假资料重复注册 最终导致这家公司 每年要额外支出 1400万美元 在另一个案件中 美国一家顶级宠物用品公司 被一群职业炸气饭盯上 他们滥用促销代码与相关政策 最终导致该公司 在2023年第一季 损失了350万美元 之所以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 关键就在于 对许多企业来说 要想仔细审查每一期案件 所需耗费的成本 常常高过直接退款的代价 有多达6成5的受访企业表示 多数退款与退货申请 都必须仰赖人工审核 如果还要加入严格的审查机制 不仅大幅拉高成本 更会拉低工作效率 总结来说 如果从问题的核心来看 当前的人类 还无法完全预防有善扎期 但企业仍可采取一些措施 降低风险 除了最基本的增进沟通以外 还可以继续优化公告方式 降低正常消费者误解的几率 也可以提供更加清楚的收费明细 减少争议产生的可能 或是回头审视自己的优惠政策 是否存在被滥用的机会 而游戏类型的服务商 也可以提高身份验证的强度 降低儿童或其他家人 使用他人账号刷卡消费的几率 好了 这集的重设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也欢迎追踪我们的脸书与IG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